我叫Nelson 我叫Yan 我們玩YouTube 純粹是 娛樂 興趣 或者 我們打遊戲 不喜歡自己 一個人打太悶 想和網民有些互動 所以才嘗試玩直播 我的話 本身是跳舞 也有做模特兒 拍照 其實我也有讀的一方面 就是打遊戲 其實我也很喜歡打遊戲 其實我們什麼遊戲都會玩 是少玩恐怖一點 包括包含沙 就會少玩 對 我給阿細膽 其實我覺得最搞笑的是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玩God of War 然後我們上次玩 他輪到最後 主角Kritus 他就要打奏師 其實他裡面就是 他的畫面 就是看著奏師的帶頭 然後 他最後死了這個 打贏了他的 對 然後你就要不斷打奏師的動 他就會有一個O 顯示你要按 好 一開始是他按的 按了很久 然後他就開始 整個畫面都是紅色的 我們看到他一直有個O 按了五分鐘到他會累 然後我們在想 為什麼他還未完 然後轉給我按 然後按了很久 真的有五十分鐘左右 那一下是按到興起 反而是沒有看過 我們會只專注 為什麼還未完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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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來這個熱潮 其實都會繼續熱下去 因為一來我們做打機 不一定像我們這樣打PlayStation 有些很多是打電腦 或者手機類的 其實是很簡單 就可以做到直播出來 我們都是主力在YouTube 我們有想過在Tweet那些做直播 因為達哥本身也是在Tweet那裡的 怎樣將PlayStation的畫面傳播到電腦 就靠這隻Game Capture 我們用的這個牌子叫Elgato HD60 其實它很簡單 就是一個頭是HDMI 接著將它拼搏去PlayStation 然後這邊再拼搏去電視 這裡還有一個USB在電腦 在電腦上 在電腦上開它自己原生的軟件 就可以卡到畫面過去電腦 甚至乎是直接把畫面拿去做直播 這就是鐵山膜的ATE2020 USB 最好是大家買一支好一點的 靈敏度高一點的 聲音會收得好一點